上个视频我给你介绍了电磁波的发射 而这个视频我将接着介绍电磁波的接收 要想接收电磁波 首先要解决用什么设备 依据哪个原理来接受电磁波的问题 在之前发射电磁波时 咱是利用两个线圈之间的电磁感应 也就是偶合通过天线发射出电磁波 自然在接收电磁波时 还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 导体遇到电磁波就会产生感应电流 并且感应电流的频率等于激起它的电磁波频率 而这个导体其实就是接收天线 如图所示 有了这些天线就能说到电磁波了 可有个问题 也就是第二点 世界上有很多无线电台 电视台等无线发射设备 都在不断的发射电磁波 但接收天线不会分辨 而是把所有的电磁波都装上为感应电流 结果跟噪音一样 无法传递信息 所以除了来者不拒的天线 咱们还得有一个筛选装置 从一堆感应电流当中筛选出自己想要的 那如何实现筛选呢 可以用LC电路 因为当某个电磁波的频率 与LC电路的固有频率相等时 它产生的感应电流就会最强 从而很容易选中它 这种现象类似机械振动中的共振 被叫做电斜振 于是只要调节电路的固有频率就能筛选出不同的电磁波 由于改变线圈很不方便 所以一般就改变电容 这个是接收电路发生电斜振的过程 就被叫做调鞋 意外调出斜振 比如生活中选择电台就是调鞋过程 而能够调鞋的电路就被叫做调鞋电路 总之第二点就是通过调节电容 使得调鞋电路的固有频率 等于目标电磁波的频率 产生电斜振现象 从而轻松筛选出对应的感应电流 那这个感应电流就是原信号吗 不是 它其实是信号加载在在一波上的复合体 咱还要从这个电流中把信号分离出来 这个分离的过程叫做解条 意外解除调制 它是调制的逆过程 这也就是第三点 当然调制的方法不同 解条的方法也不同 其中调浮波的解条也叫减波 至此终于还原出想要的信号了 但因为路途遥远 这时的信号已经很虚弱了 那咱就得用放大电路补充能量 信号满血复活后 输入喇叭或者显示器 最终还原为声音和图像了 完成了信息的传递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电磁波的接收过程 首先按照电磁感应原理 用天线接受电磁波 产生出一堆感应电流 然后把调写电路的固有频率 调到与想要的电磁波一致时 通过发生电斜阵现象 让想要的感应电流脱颖而出 接着让这个感应电流通过解条装置 把信号从在波上分离出来 再经过放大电路 最终还原为声音和图像 完成信息的传递 好了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